Hello,我是你们在的摄影博物机老师 我这两天来北京了 但是呢,我现在在酒店隔离中 我是来的第三天 然后反正每一天就是吃了睡 睡了醒一醒了,吃了再继续睡 然后在酒店的时候呢 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吃外卖 然后看青春有你,然后睡觉嘛 然后这一次来北京,我带了三个相机 其中有两个是我新买的 然后是现在比较火的 叫CCD相机 有一台DV,它也是CCD相机 一台DV和一台小的口红相机 就想这一次和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是CCD相机 以及CCD相机拍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太热了 太热了,酒店 想舒服一点的状态和大家聊一下 这个CCD相机最近特别火 原因离不开它比较便宜的价格 还有就是卖家发布出来的那种 复古胶片感的低像素的画风 再没火以前呢 一台CCD的相机的价格 一百块都不到就可以买了 然后当然大家也不会去买这样的相机 然后被网上各大博主炒红以后呢 我买那两台相机的时候 已经是原价值的三到四倍 也不知道之后会涨价还是跌 反正先买回来嘛 一边用着一边算一个小投资嘛 万一以后价格会涨得特别高呢 大家也别先急着盲目买 先等季老师出个两期测评 就看我这个相机拍出来的画质 还有那个照片的感觉 是不是不加滤镜 也像它吹的那么好 然后季老师买东西呢 也是特别看颜值的 我入了 我入了一台这个索尼的口红相机 压根就没有见过这么小的相机吧 而且它的那个就是 橙色 橙色很新嘛 没啥划痕 然后还买了一个佳能的这个小DV机 是三百八 六百八 其实两台加起来还挺便宜 一千块都不到 三百八加六百八 超一千吧 反正就一千左右嘛 这期我先来讲一下我这个DV机子吧 这个机子是十年前发布的 用的就是CCD传感器 而且它用的是这种SD卡来储存的 特别方便 拍完了直接就能导到电脑里剪片了 就不像那种 在久远以前的那个DV机 用的是那种磁带嘛 而且我平时出去玩 跟朋友去哪儿我都会带个相机 这么轻便的一台DV机 拿出去根本就没有任何负担 所以我买了之后呢 一边臭显摆 炫耀的新相机 一边让朋友给我拍了一些小短片 一个是室内的光线 一个是室外阳光明媚的光线 还有一个是晚上室内的光线 加呢这台DV呢 像素只有80万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get到 这个80万也多少 这样说吧 就是一台加呢200D像素 是2420万 那就是它的30倍 就可想而知 它拍出来的画面有多糊了 所以我们在买这样的小相机的时候 千万不要对它有太高的期待 就它能把你看到的东西拍出来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复古的味道 就足够了 就做人吧 就不要太贪心了 知足一点就行了 然后呢 它可以光学变焦 上面有一个拉近拉远的这个按钮 我来给它演示一下 开机了 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 这样推近推远能有一种画面动感 动动动的 而且你看它还可以旋转屏 你这样自拍的很方便 那季老师觉得吧 就是在经济条件游刃有余的情况下 咱们买这样子的小相机玩一玩还是挺好的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说你玩了两天就腻了 你会发现就是 其实还不如拿手机拍最方便 就是期待拿这些小的相机去拍大片 就大可不必了 好 那就这样了 没啥好说的 下期见了 拜拜